哈哈哈哈 把这个洞给掏一掏 刚才我把这个门给修了修 让他们用的这个门死活都拉不动 现在好开好关了 我给里面弄了点D40的机油 这两个是蒙的插销 上边的这个是插住以后 这边可以上锁 它本来这个门不好开 就是这个门下沉了 然后我在这里用电焊给它蹭了点电片 这里面蹭了个电片 把这个门往起抬了 这还是几年前了 五六年前吧 这都是我给做的 为了就是节省成本 就是拿这个铁管 然后这是采钢瓦 包括这个小的厂房 就是他们这里面成立机器的 当时大概就花了两三天的时间吧 把这些全部都焊起来 这一圈都是 现在他们大机器都倒在后边那个大一点的厂房了 这边都是小机器 前几天我在网上买的这个钢丝绳 我感觉买的有点粗了 但是我有个想法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经常砸那个马桶呀 就是大家的马桶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用的时间长了 那个水垢 就把马桶的ensware给堵了 其实好好的马桶 就因为一个ensware的水垢呢 大家就把马桶拆掉 换新的 成本比较高 其实我这几天我也在研究啊 弄个什么东西呢 把这个管道疏通一下 有时候用弹簧是不是感觉都不太理想 因为它弹簧比较细嘛 我就买了一个钢丝 我说用这个钢丝做一个 去试一下行不行 能不能起到那个疏通的作用 我打算截个一米多长的钢丝 然后把这个钢丝头呢 给它颤开一部分 然后掰掰掰掰 把它掰全部都掰开 然后这边呢 可以减少电钻 如果它在马桶里面能正常的行走 那我们这个事情就成功一大半了 这个钢丝绳呢是 一厘米啊 它的直径是一厘米 现在我们截取个一米左右 用搅磨劲把它切了 因为我考虑呢 就是一米左右吧 我们正常的在马桶里面走个弯的话 应该差不多够了 太长的话也没有必要 现在呢 我打算把它留个五六公分的样子吧 然后从这边给它扎住 把前面这点钢丝全都打开 先把这个皮给剥了 特意买了这个带塑料皮的 感觉这个带塑料皮的 是不是用的时候 对马桶的耸伤比较小 找了一点铁丝 我先把这个头给它绑一下 要不然我们颤的过程中 是不是会容易颤的多了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钢丝全部给它颤开 这样颤开以后 这现在是不是就已经下个刷子了 这个钢丝还是比较硬的 我估计啊 它这个钢丝在使用的过程中 可能会对马桶壁的耸伤比较严重 所以我想一个就是 把这个所有的钢丝呢 这个头全部给它打个弯 这个工作就比较麻烦了 把每一根钢丝都打一个弯 避免划伤它那个马桶的右面 当然这个东西大家有好的想法 咱们可以一起研究研究 漂不漂亮 就像一朵花一样 送给你了 我不要这种的 钢丝花 已经会糊弄我 钢丝玫瑰花 现在我把它全部都掰过来了 看这个头 是不是送接它就变大了 有一种蓬松的感觉 它马桶的下水口不就也就这么粗吗 对吧 比它稍小一点 有点 还有点扎手 把它掰成这个样子呢 它这个钢丝头就不在外边 在你旋转的时候 它就不伤漆面 我是这么想的啊 这边是钢丝的另一端 这个另一端的话 它我感觉它有点粗 有时候我们的电钻 就算好多 它们只能调一公分的那个卡口 但是呢 时间长的话 我会把它给掐炸了 我就想个办法 我就有电焊机还在这儿 我用电焊把它给点住 如果能焊得住的情况下 我后边给它焊一个螺丝 大家卡着呢 然后我卡着那个螺丝用 不是就可以了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 把这个地线就掐在这边 用电焊把这个钢丝呢 全给它焊住 收住 它就使用的时候不会炸开了 但是预热以后 把这个外皮也烧了一点 我给现在把这个螺丝搞上去 这样搅拌 把这个螺丝搞上去 我这产品 大家有没有见过呢 有没有 有人和我有这个同样想法的 或者这个东西已经做出来了 有没有投入身材 如果这东西真的可行的话 我是不是还得申请个专利 还得像不像鸡粪 我得给它再打磨打磨 然后把这个螺丝呢切掉 要这么长太长了 没用 怎么样成型了 我给取一下我的电钻 先上上 看看它转出来是转一下是什么样子 这还是个慢挡 我来一个快挡 今天我们这个东西已经做好了 下次我们找一个合适的马桶 来验证一下它的效果 好了本期视频就拍到这了 拜拜